祖徒,姚明豪宅,郭晶晶豪宅,刘翔豪宅,差别还不是一般的大姚明,郭晶晶,刘翔等人都是体坛界响当当的知名人物,为中国体育贡献了不少力量,他们退役之后,姚明还担任蓝协主席一职,背后还有他的商业帝国,而郭晶晶已经正在过上了阔态的生活了,至于刘翔呢,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他们在辉煌的时候, 也赚了不少钱,都纷纷选择了投资房产,各个的豪宅都是冠冕堂皇,奢华大气,但是小编觉得还是姚明在休斯顿的世界桃园般的别墅最好,你觉得呢,姚明50万美元豪宅最低调,前中国体育的领军人物姚明,现在还担任蓝协主席一职,他的家位于温瑟湖公园,周边环境安静而美丽,别墅位于休斯顿市中心西边, 一片景色非常优美的湖宾区,是一壮价值超过50万美元,面积超过300平米的阿拉伯市别墅,郭晶晶京城四合院超一元聚西,身为西金王,又嫁给富豪,跳水皇后郭晶晶从来不缺钱,郭晶晶在京城有三套物业,其中最贵的一处四合院,据称市价过异, 他在老家石家庄拥有一幢两层高的豪华别墅,此外,郭晶晶还曾购下位于崇文区黄金地段某楼盘的一套高档时尚公寓,刘翔4600万上海再购豪宅刘翔,购买的房子未处闸北区,是一套将近房,可以俯瞰到浦东全貌,该小区的房价,均价约为15万美平米起,刘翔这套300多平的豪宅, 总价格约在4600万元以上,李宁相导到33号的三亿港元豪宅,曾经持诈风云的体操王子李宁,如今已是国际著名体育品牌的董事长,李宁一家三口现居豪宅之王,相导到33号一间6000室的独立屋,市值三亿港元,竟显尊贵身份,田亮拥有多处房产,不少网友惊呼,田亮为真土豪前奥运冠军, 跳水王子田亮在北京郊区大兴益庄珠江1000栋和昌平珠江1000栋,均有独栋别墅的产业,在朝阳区朝阳北路拥有商铺,西安还有五套房产和别墅,在重庆也拥有两套别墅,不少网友金谷田亮为真土豪, 而田亮在重庆市于北区金开大道,购买的一处豪宅,是一栋独栋别墅,该别墅为当地顶级别墅之一,售价上千万元,刘翔在此之前,七十数次出售购买房产, 早在2009年就有媒体报道,刘翔在位于上海普陀区的某楼盘购置一套价值1450万元的独栋别墅,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三套房产,图为刘翔在上海的千万别墅曝光, 丁俊辉豪宅装修最奢华,江苏省无锡市一新市高城镇政府,免费送了丁俊辉一栋三层的欧式建筑,是一套位于江南春天的别墅,整栋楼的造价约在30万元人民币,但装修费用将不下五六十万元,其中防弹玻璃一平方米就要800元, 马林的格林小镇,拼盘名将马林,在一庄开发区的格林,小镇买了一套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的三居室,在此享受着小镇的隐秘生活,格林小镇是典型的德式建筑,红墙绿树让整个小区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浪漫色彩,包括陈刀明等多位演艺界名人都选择把家安在这里, 结语,小编个人觉得还是姚明在休斯顿的别墅最好,简直就像世外桃源,可以说分分钟秒杀其他顶级的体谈明星,你觉得呢,你支持姚明的球迷顶起?